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圆 我们几条水搬来这边过后 搬来这个subhouse过后 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两个月的时间 头一个月其实我们还住到很开心的 但是到进来的一个月内 我们就收到了很多 不讲收到就是 收到很多骚扰 收到可能是附近这边的居民 可能是有观看我们影片的观众 可能知道我们搬来这边住了过后 就一直不断的来骚扰我们 来按我们的门铃 来喊我们 来叫门啊 一直来骚扰 就是总之就是一直来骚扰就对了啦 先给你们看以下这个片段 是那时候 他们七早八早来按门铃的时候 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叫好睡 然后我那时候就拿下了手机 大概拍了一下来做证据 看一下 其实不只是这一班小朋友啦 因为每次我们看的都会有大概三四班 或者是四五班 不同人的 然后年纪也不一样 小的就是刚才你们看的那个影片 就是可能是小学生这样子 但是大的话有些是甚至去到中学生 男生啊中学生那种大概可能十多二十岁这样子都有 所以我是不懂你们怎样知道我们住在这边 可能之前我们拍的那个 house tour的那个影片 所以你们知道我们住在这边 但是拜托真的真的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非常非常的困扰 每天早上七点多八点多九点多 都来按门铃 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来叫门 甚至有些啊之前有一个小朋友是他是比较可爱啦 就是他妈妈带他过来 然后按我们的门铃 然后我开门过后他跟我们讲要拿签名 这个东西这东西太可爱了 怎样你有没有严重受到骚扰 你应该收购了是不是 我是觉得我很难睡觉啊 我最近精神都不太好 就是因为太多人来按门 对已经一个月了 对差不多 连续了他不是stop的 他连续就是双双隔一两天这样来按一下 OK除此之外 之前在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有收到一个包裹 不是一个包裹 是一个盒子放在我们外面的信箱 我原本就没有打算 要拍影片然后来给你们看的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受到很严重的骚扰 因为一直按门铃我们真的不能睡觉 如果你下午来按的话还讲OK哦 你是七早八早来按 我们根本就是 深邃的时间都被你们吵醒 这一个就是我们几天前收到的东西 他这个外面就有写一些类似恐吓性的一些字眼 比如讲什么 这样子啊 然后 什么 垃圾人啊 什么气条水去死这种类似的东西 然后还写 Fuck you 祝你们给车 撞死 我觉得会做这种东西啦 大多数都是小孩才会写 对对对 小屁孩的 这整个东西就是 小屁孩的行为咯 然后你们看 它这边是写 我已经下咒给你们了 是师傅教的 你们等着死了 哈哈哈 OK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叻 就是一些头发 剪出来的一小撮头发 然后还有一些指甲 有些像手的指甲 有些像脚的指甲 我不懂是谁教你们啊 这些小孩子 我真的不懂是谁教你们 还有一些血 类似血这样的东西 我不懂是真血还是假血啦 我相信你们也不可能用真血啦 应该都是假血 就是恐吓这样子 你开给他们看哦 给你们看一下啊 但是里面的画面可能会有一点恶心啦 可能我会需要打马赛科业 我可能不需要啦 你看它首先它的盖 就有血这样的痕迹了 对 然后里面有头发 有指甲 对 然后它这边旁边还有一些 沾到一些血这样的东西 我们偷偷看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很恶心 很恶心 真的很恶心 很恶心 也不懂是谁教他们的 这样创意的恐吓方式 这东西我觉得是 一定要有人教 小孩子才会这样做的人 对 而且我 就偷偷看的时候 会有一点心 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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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怕我 而且会怕 诶这是真的吗 真的他 下了咒还是什么 OK 这盒东西叻 是我们 大概在两三天前收到的 在我们的那个信箱外面 我是确定啦 一定是小屁孩的行为来的 然后 一定是有一些 比较 懂事的人教他们 他们才会做这样的类型的恐吓 不然 他们不可能知道会放假头发 放指甲 然后放假血 这样子来恐吓我们 这一次收到 我是觉得还好 可能可以不用去理他 我就暂时这样子放着 但是如果持续 还有再收到类似这样子的恐吓东西 我们就会到警局去备案 OK 所以 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真的 你们对那个恐吓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不要讲恐吓啦 我们重点不在意那个恐吓 是在于骚扰 因为 主要还是骚扰嘛 恐吓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理 OK 我们每天睡在这边 我跟光明 每天早上就有按那个门铃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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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一两天就一次 很烦耶 真的是很烦 已经烦了我们大概一个月多 是不是人无可忍 好啦我老实讲啦 其实这个盒子是我做 我要骚扰你的 讲我来 就是 很烦咯 然后你做这种东西什么下咒语 我都懂不可能会有咒语 对 而且我很确定一定是一些 比较懂事的人 来教这些小屁孩做 因为如果是小屁孩的话 他不可能会做这种 诅咒这样的东西 又懂得放假头发 又懂得放指甲 而且很多这种视频会教到他们 可能不一定是有 是 这样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创意 是很有创意的 这样你有 你收到那个盒子 你第一的感受是什么 虽然你那时候不在家 呃 屁还用 我收到盒子的第一个感觉是 他以后一定是一个艺术家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其实除了我们 在家里被骚扰之外呢 我们的电话 也是会一直每一天收到 不一样的匿名电话 一些不懂谁的电话号码 总之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电话号码 打来骚扰我们 然后听了过后 又不要讲话 然后有时候听了就 哈啰 你是阿圆吗 然后就关电话 这样子 真的是很烦 很严重被骚扰 我不懂你们是怎样拿到我们的号码 不懂是在哪里拿到我们的号码 我也把所有我在社交媒体上面的电话号码 全部已经delete掉了 然后 还是持续有人再打给我们 所以 如果 你们 在看着这个影片 是你们打的话 拜托以后不要再打来 我再来 ok ok 现在我们就 吃完东西了 然后我们回到来3号小 现在的时间是 呃 傍晚6点半左右 然后呢 他们啊 就是 每次来 喊门 来叫门 来按门铃的那些人 通常都会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会骑着脚车 过来这边 绕来绕去 然后 来 叫一下 来按下门铃这样 所以 我今天就要打算在那边等 看他们今天会不会过来 ok 现在等了大概 10多20分钟 然后 现在这个天开始下起毛毛雨 所以我觉得今天 他们应该是不会来了的 因为下雨嘛 然后他们通常都是 有些是 走路的 应该是这边住附近的 又或者是 外面 进来的 可是我没有 Gard House 基本上 他们是没有这样容易进来的 应该是 他们有朋友 住在这边 然后他们的朋友 带他们进来 然后他们再一起过来捣乱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有些是 骑脚车的 就是一些 十多岁的中学生 这样子的年纪 骑脚车的大概三四个 四五个这样子 有些是小孩子 小学生 这样子 ok现在天已经开始下起毛毛雨 所以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咬的啦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看到我们这个门牌 写着 所以他们就很确定 这一边是我们的家 再加上 那时候我们拍 那个 Sing Studio的 所以他们 完完全全就很确定 这一间就是我们住的家 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 其实一来就是想要 给你们知道 就是给那些 骚扰我们的人 看到这个影片 知道你们的骚扰 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跟影响 所以也希望你们 如果看到这个影片过后 就不要再这样子做了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恐吓的那个盒子 ok 那时候你们就把那个盒子 放在这边 你们的那个盒子 你们的那个盒子 我也知道是 没有什么诅咒什么的啦 但是你们这样子做 确实是很不好的行为 所以也希望你们不要再 做这样子的事情 ok 再来第三样呢 就是 第三样就是那个 恐吓的电话 不是恐吓 骚扰的电话 我不懂你们去安里 拿到我的电话号码 拿到我们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然后每一天都会一直打来 用不一样的号码一直打来 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你们每一天都一直打来 而且你们选的时间点 都很gang 都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打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扰 所以希望看到这个影片的你们 会 这样讲 就是 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了 真的 拜托 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 快点 叫他们不要再做 不要再做骚扰我们的事情 不要再做骚扰我们的事情 你这样子的你们 OK OK 頂操控制 OK 来 叫他们不要骚扰我们 不要来这边 OK 帅哥 哇 OPPA这样 來 叫他们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我们要睡觉 喂 好嘞 我要再做骨子 BEN 哇 来,我影片要结尾了 家门不要再来骚扰我们,给我们好好的睡觉 OK,那些外面的那些很支持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啊 对,小孩子啊,还有中学生啊 对,不要一直来我们这个地方骚扰我们 我们想安心的睡觉 你们要找我们拍照可以,找我们拿签名也可以 但是,不要选择我们睡觉的时间 对,我们要剪片需要休息 对,不然我们没有影片给你们看 对,OK 这个盒子,我将会保留住 以便如果过后,还有继续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真的是,避于无奈的话 我们真的会需要去报,去备案 去警察去备案 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你们 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OK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各位,拜拜,我们下集见 OK,各位,我的频道已经快要突破 六十万订阅啦 耶 所以,我决定呢 在我六十万订阅的时候 我要送礼物给你们 送什么呢,就是 PS4 这一家 当然,这一家是我们的啦 到时我送出的将会是全新的 PS4 所以,你们要如何赢取这个 PS4呢 首先,你必须确保你是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然后,有打开小铃铛 然后,你有 Follow我的Instagram I-V-E-N-L-E-E 还有Cherry的Instagram Cherry How 对 所以,如果你有 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我将会在六十万订阅的时候 在评论区 选出其中一位幸运儿 无论你是任何一个国家 台湾、香港 blablabla 我都将会送到你们的家 OK? 所以,话不多说 赶快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突破六十万订阅 Woo